我常说我妈就是一个魔术师 我妈出来的时候呢 才15岁多 我爸才19岁多 她就带一个那种火锅 就那种烧炭的那种火锅 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吃毛肚火锅 我妈自己会做这个卤 做这个粘 这个毛肚火锅的卤 变各种方法来做菜 那个味道是永远都记得 我可能命好 我真的觉得说 真的碰到我妈 我姐姐 跟我太太都会做菜 我姐姐其实做菜算很棒 可是要跟一个魔术师来比 其实还是有距离 我妈后来做的东西 都有点到巫术了 很会 就是随便搞一搞 就很好吃 我老婆做菜 她就会 你跟她讲讲 她就会通 她就会做 跟我姐姐跟我妈学了一些 她们会用各种综合 切丝在一起 然后我们用 稀的饭 我棍子面包吃 也很棒 稀的上面浇了 放着白酒啊 糖 割了一点 然后跟好朋友送我一罐松露 就放一点 我们有时候家宴 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家的大鲁面 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真的大鲁面 其实是很复杂的 就是你要有五花肉 要勾芡 要打蛋花 要香菇 要干虾米 要很多很多材料 整个料很麻烦 还要炸花椒油等等等等 然后我记得 我们只有过生日之后 我妈才帮我们做大鲁面 因为平常太忙了 我有一次 就过完生日 吃大鲁面完之后 看我妈还疼不疼 我就跑过去抱我妈腿 妈 我要吃大鲁面 我说走开走开 他们第三代说命太好 都是奶奶啊 什么妈妈做给她吃 不过他们想学 我老二做菜很大胆 就啪就做一啪 就什么乱端端端端 但她都吃两口 算了都是我吃 我大女儿比较保守 然后呢就规规矩矩 说大女儿做菜 就是想跟她妈学 可是因为在美国读书 说实在举过怀者之 很多东西 酱油也不对 肉也不对 所以她妈呢 就想叫她们两种 一个就是牛肉炒干丝 牛肉炒干丝 你下饭也可以 或者是在美国 买一些什么披萨皮啊 中国的那些超级市场 都卖那个饼 那饼弄一弄完之后 把那个 把那个牛肉炒干丝 包在里面吃也蛮好 然后叫她们一个炒饼 就是蛋的炒饼 炒饼就用披萨皮啊 或者是买那个饼 回来在美国也可以 然后怎么快炒 这个饼 我觉得那个炒饼也蛮特别的 北方菜 焦完之后呢 我觉得她们在美国 就可以呼呼人了 水 水 我们建议村的时候呢 其实过年 过年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这家吃 这家像我们家这北方菜 你到隔壁家四川菜 各地方都不一样 从小我们十几岁就开始 就到隔壁再吃吃 那张妈妈什么陈奶奶 去各家吃吃 再串远一点 都叫来来来来 都非常热闹 那个氛围太好 那个氛围你如果 你人生经历过几次 你会觉得朋友 邻居 人性是非常温暖 很有意思 他们小时候这种日子 过去过十几年 你经历过 一直这样的戏 会影响到你 到今天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就在这儿过年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大桌 就大家都在一起吃的 能在一起吃饭 但是很快乐 很幸福的事情